赛哥也传炸赌事件吗 这警方逮到了一名赛哥主人灵性嫌犯 预先在桃园挑选场地来训练赛哥 接着还会参加北海到云林的路线比赛 等着鸽子飞回桃园再以160公里的急快车速度 来快递选手鸽到终点 来借此骗取庞大的赌金 一般鸽子飞翔的速度约每小时是70公里来计算 那么汽车快递赛哥当然等于是说快少了一倍的时间 警方查出了灵性嫌犯 为了抢得失效还有掩人耳目 那么灵性男子等人都是把这些鸽子装在打洞的水果盒里头 而且是以车子狂飙上百公里来载送这些赛哥 那参赛的鸽子多 他们还会派出相当多辆的汽车来同时载运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支赛车队伍 那么嫌犯已经连续赢得了三场赛事 如果这一回没被逮到的话 很可能他们还会继续的夺下23号跟24号的比赛 炸得数十万元的奖金以及上千万元的赌金 你们看起来不见了 你们看起来不见的 这种人家的大事 来不见了 wk